同学们 你们喜欢玩什么游戏啊 老师 我喜欢玩绝地求生 我喜欢玩笑笑乐 我喜欢玩跑跑卡丁车 你们说的是什么呀 老师说的是户外游戏 今天啊 老师带你们玩一个 老师那个年代特别流行的游戏 丢手绢 老师啊 我知道 玩这个游戏啊 还要唱歌 对 要把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然后手绢放在谁的后面 谁就要起来抓那个丢手绢的人 好 既然你们都知道规则 那第一局就热热当丢手绢的人吧 跟我来 一对 丢丢丢手绢 琴琴你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打电话 快点快点寡作他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好看你看 老师玩这个游戏十几年了 咱们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你看肉肉那个草包 没跑三步就被抓住了 咱们得想办法 哎二狗你看这样行过 你 现在 老师 老师 我有个提议 什么提议啊 我建议啊 除了丢手卷的人 其他人都戴上眼罩 这样游戏难度就会增加了 行 老是玩这游戏啊 没在怕的 你开始吧 你们干嘛呀 咱们就看看 大董老师能待在什么时候 我们这样不会被请家长嘛 你傻呀 这是东子老师自己要玩的 我们只是陪他玩而已 你就当他输了呗 终于能亲近一会了 东子老师 好好回费童年吧 哈哈哈哈 嗯 哎二哥你们怎么不唱了呀 哎 这帮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二哥 快出来 哈哈哈哈 欢迎关注的 人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看 散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